寫這些的時候,第一筆寫完之後 先淋一淋,不要寫第二筆 要扁的,是不是? 所以第二筆不要在這裡出 厚度太厚度,想一點 根據這個闊度 去寫第三筆 這樣一定是均稱的,是不是? 第四筆有一點弧度,可以落一點 看看這個位置 好了 黏住 可以彎的,不過我擔心亂 所以我沒有這樣做 每一個空間都是很舒服的 寫得慢就是這樣 寫慣了,可以快一點 石頭的石字 拿這麼高,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滑小 由於它不滑小,下面的石頭的石字會寫得粗一點 所以上面就高一點 這個位置 看見嗎?這裡 跟這個闊度一樣 你回去看看自己是不是? 是的 肩負到這個東西 肥 沒有這麼高 有些人寫的時候 這裡太闊 這裡是這樣 這個闊了 又或者是這樣 這裡是貼著的 這裡就闊了 睡不舒服 現在的鞋子 鞋子 鞋子裡面才會比較容易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 幼一點 不會過一半 原因很簡單 這個是丫鬟 就是威仔 旁邊的主人婆是大一點的 下面就会很逼 空间感要舒服 导致两个口都可以的 鸭子一定会写长一点 因为它有巧思边 所以这个东西就写逼一点 让它看上去不要那么杂 整个杂像 这里 有点的尽量写扁一点 OK 这里拿出来 横一点 OK 这个小一点 两个一样这么大 很左定 这个你分开 写一个六字可以的 可以写一个六字 不要向下 向横 向横 左置有两个设法 可以先写这个 先写两个人 都可以 都可以的 但你不要太比 中间要穿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留一个位置给它 这个位置刚好在这条线上面 幼一点 幼一点 下面重一点 先写一下 沉花的沉字 你知道是上压字 你想起沉字 你又知道是上压字 你不会写一下 先写一下 这个不是左右的 不可能 下面一个寸字 那么斜的 公字 口字 上面一个写字 所以你放的时候 一定会放上一点 而且 横画会幼一点 不要太阻定 你定了这个幅度的话 下面一定是这个幅度 对不对 对不对 定了这个幅度之后 这个之间的幅度 即使你的东西是粗一点 这条东西比这两个 这个空间不变的 对不对 那你跟着这里 中间下来的 应该是吧 就是这条线 对不对 口字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觉得可以重一点 就多一点 平的 这两个 你见不见得 好 这个 那怎么不够位置 这个 这个主心点到这里是圆的 见不见得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点像 这个是空的 多一点 可以了 那我在讲授 当然是写慢一点 如果你自己做的时候 第一次都是慢的 不断回忆我说的东西 脑海里面有我的声音 接着我的声音越来越淡忘了 越来越飘远 到最后我没有我的声音 就很熟悉这样的 写自己一字 OK 花字 有时你顺手上去都可以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下来 这里下来的 不过你家座 没人看到就没所谓了 不过你家座 常常都说 停灯 按一按 先按一按 弯弯地下 按 留意一下 这个位置做主心点到这里 换言之 这个位置不要太窄 这样 这样 我的头没有轻轻轻轻 但是你的眼睛是受到旁边的 尊重旁边的阔度 这个行气会很好 有些在所难免的 石字一定会比这个 是吧 正如一字 你一字粗的也不要留这个阔 你不要装一字 做一个拱形出来 不过就是说 尽量写在中心里 一字譬如说你不要写在这里 写这个位置 尿尿字 又是 这个是女儿 来的 写扎一点 好看点 这个我偷了一点 不写个肚子 应该是个肚子 可以写个肚子 这两个可以分开 黏起来也可以 看来舒服点 这个是重的 所以这个也重一点 靠这个东西 按下去 紫尖 不滑少 写重一点 如果你要用它那个 你刚才的稿 是这样写的 一样 不过它是硬身一点 那个位置 看来看 停一停 反手 摘一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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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夸张一点 重一点 向外面先退一摘 再回去 否则就顺致 OK 表致行 你不要误会 这个字这么高 是因为它很阔 你想想一个字 是不是 你有没有愿意把这个 棋在人边摆得这么高 太高了 这个要下来了 因为这个字本身没有那么长 这个比这个 下一点 这个比这个 下一点 那就是在中间 是不是 就是在中间 你横跨它 和这个比 就差不多 就是这个 是什么意思 重心在中间 我可以写这个 菲利巴图达 这样 OK 菲利巴图达 平頓 平頓 文字樓這件事 我就不習慣把那個字寫得很長 不然整個字會很長 我把這個字寫短一點 你看到在這條線上已經停了 之所以看上去整個字長 和紙字差不多的闊度 因為不是靠這個的,這個就停了 靠下面的耳朵 是這樣的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這樣放下來 這個東西放在這裡,整個字就會很長 就不好看 會很硬 鳥字的筆畫是這樣寫的 先寫這個 OK 點綴的這個,可以有可以沒有 這樣,OK 停一停 那這裏長了,是不是 這邊平均到這裏 兩下,三下 盡量讓它看上去的時候 平均的 這些位置 這裏長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裏長了 這個位置很漂亮 這樣寫 這裏長了 是五字來的,是不是 就是這樣,過來 就是這樣,是不是 扭上去 都不容易寫的 這個流豆 很多時候,你會 這裏長了 這樣 或者比如說 總之千奇百怪下面大了 上面大了,下面小了 總之千奇百怪都會有 這樣,練習多一點 這裏長了 處處視傳聲 處處視傳聲 處處最普通的寫法 沒有太長 這樣就夠了 OK 幼的 短的 到這裏 習慣一下 所以這個撇過去的 向左撇過去都沒有太長 會整個字長了 OK 七字 簡單一點 變成公字寫 OK 拿進一點 這個位置拿到這裏 跟這裏差不多 這裏差不多 回一回 按 OK 看這個很少用的 碑日貼裏面很少用這個處字 絕大部分的時間用後面那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處字本身的寫法 它比較喜歡把下面 這樣去處理 上面的虎字頭 傳統上來說 都是當一個 兩邊一樣長 就像個魚字一樣寫 不過呢 魚字兩點分開 它就黏著 這樣 那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 它拉長一點 這一片不長 那七字 黏著就變成這樣 這樣 那你說下面為什麼看到 忽然的忽然 忽然是蜜字這樣 有原因的 它是這樣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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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一下 兩下 這一個彎曲變成這樣 三下 四下 沒有感覺到 可以遮蓋到 所以它就是這樣寫 嗯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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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點 全聲和全集 它有寫重點 這個 清潔的處理方法比較特別 之前也有寫過 這個就是這樣做 然後這裡 這個 現在是 吃起來 要不然 有點心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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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她的名字 這是她的詩名 我去紫蘇 紫蘇 紫蘇 你那麼多? 那我解釋一下 弄石 這是玩的 落跑 丟架座 坐在溪邊 講出紫附近的環境 有碎石 有清溪 尋花妖自行 就是在紫的外圍附近 尋花 這個花真的是花 不是美女 煙花野草那些花 真的尋花 明白嗎? 事事 明白嗎? 事事聞了語 聽到一些綿鳥的聲音 處處是全聲 跟這個相配 有些時候是 詩的地方就是 你知古代的詩中有 畫中有詩就是 你讀完這個之後 你腦裡有些東西就是 有 雖然叫為外子 但是紫沒有 沒有光頭 和尚 紫 中聲沒有 紫附近你感覺到很清幽 你吵 原本蠟燭香 周圍兜售 你就聽不到全聲 是嗎? 是嗎? 有些富貴人街在拜 你又聞不到尿聲 是嗎? 他這裡 是很靜的 理論上是很靜的 清幽 靜 但是他沒有用清幽的幽字 沒有用正字 但是你要知道有寺廟 無人操作香火不算太鼎盛的話 才能聽到這些 是嗎? 清泉漂亮才有石頭 給你這樣扔下扔下 玩下玩下 地方沒有污染才有花給你去尋 你亂葬江那些 你一望你又知道應該沒有花 地盤那些 你預了沒有花 所以他 即是 白居二為什麼他說他的 詩 老少咸二那樣呢 就是 他寫的東西 誠乎不深的 愚意又不需要太深乎 简单的字句 精练的字句 令到你们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不要吵到 很吵这些女孩 时时听到而已 处处有传声 那就是那个水流是绕着的了 那就是他的 高手地方 不需要太花巧 不太美 OK 那么20个字不是很多 回去做功课吧